粉丝提问,如果枪械禁用全自动模式会怎样? 在现在的时机中,大部分步枪和冲锋枪机枪都有全自动模式 那么如果推出一个模式,禁用所有枪械的全自动会如何呢? 冲锋枪退出时机,这三马武器将超神 一,M762 现版本的M762非常强势 因为它有着7.62步枪的伤害和5.56步枪的射速 导致秒伤高的吓人 虽然现在全自动取消了,但也意味着它更好压了 而且虽然禁用了全自动 但M762有三连发和单发模式,足以应对远中近所有距离 二,M16A4 M16A4应该是禁用全自动最大的受益者 因为之前就是因为没有全自动才没人用 其实它本身的属性特别好 子弹速度和换弹速度都是步枪最顶级 现在大家都没有全自动了 M16A4就翻身做主人了 绝对是5.56步枪的扛霸子 三,S686 如果禁用了全自动模式 那么近战没有多少枪能秒人了 但S686是个例外 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全自动 禁用对它没有任何影响 反而会因为中近战没枪可用而变得超强 毕竟S686是近战秒人最快的武器 0.2秒能造成468点伤害 谁能扛得住 众伙伴们你们认为什么武器会变强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